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 哈喽 欢迎收听数位趋势这样子读 我是跨领域专栏作家王维轩Vivi 我是科技大叔李绝文 在今天分享新闻之前 我们的问卷活动又开始起跑了 那这次是关于NFT相关的主题 最红的 没错 那我们的问卷连结就在我们的单集简介 是 我们今天走一个比较轻松的风格 轻松 我们今天就不点评 就不点评别人 太严肃对不对 是 我们今天带来是一个算是科技的趣文 那我们先请来给Vivi介绍 那我们第一篇新闻是发表在我们网路媒体Insight 它的原标题是 美国新法你要求iPhone开放测载 库克表示说 想要测载去用安卓手机 安卓又被他打到 是 那其实这个新闻的内文就有提到说 大家都知道Apple的iOS系统是一个封闭式的系统 是 他以保护用户的各资为首要任务 不过最近因为反垄断议题实在是太严重了 所以美国的参议员就提出要修订法案 要求科技巨头们要开放测载的功能 那其测载指的就是使用者他可以绕过官方的软体商店 在手机系统里面自己安装第三方开发的应用程式 那这项修订法案可能就会限制像是Apple啊 Facebook跟Google在内的一些美国科技公司的龙头 是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开放测载功能的iOS 其实就是我们认知中的Android这种感觉 是 假如是大家可以上去编辑嘛 但是苹果就觉得说 我今天如果开放的话 使用者可能会面临更多的骇客攻击 甚至是一些各自的外泄嘛 是 说的也是冠冕堂皇的 对不对 是 那库克他更认真的把他比喻说 测载就是把一个汽车制造商啊 制造一些没有安全装置气囊或是安全带的汽车 这么做认为就是风险实在太大了 是 发觉顾克还蛮会坐稳的 他形容还蛮妙的对不对 他怎么没有说他的汽车店上就是只能用他们家的椅垫 是 但是我们先撇开说什么 骇客攻击啊 或是各自的问题了 我们一直的立场都是觉得 垄断是非常严重的 我们上一集在讲这个问题嘛 是 垄断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了 他已经严重阻碍到我们不知道未来的科技方向是在哪里了 对不对 所有科技创新的他们能源都不够 他们没有办法能够成气候 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了 我觉得数据经济是很大的危机了 接下来我们在戴一则新闻是跟这上面是有关联的 他是来自于这个网络媒体36克 他的标题是说这个iPhone越狱商店创建者起诉了苹果 好好玩 好有意思 倒版了起诉正版了 而且还那个振振有词 我们看他是怎么说的了 他说这个越狱曾是iPhone用户的一堂必修课嘛 如今却已经乏人问津了 近日这个知名的越狱商店叫塞里亚 他起诉苹果 他说苹果试图扼杀塞里亚等等第三方应用商店 那到底是苹果和塞里亚谁才是合理的一方呢 倒版还是正版嘛 这蛮有趣的那个议题了 这个原委是这样子 塞里亚商店是由一个叫做J.Freeman Freeman是自由人 他在2008年2月28日推出的 他其实比Apple的App Store还要找4个多月 还蛮厉害的耶 好前瞻喔 就是App Store还没有出现 他已经有他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塞里亚了 那越狱商店出现之前 用户甚至于无法安装第三方软体 这让iPhone失去了智能的一个特性 对不对 你上面完全没有App 那有什么智慧特性 他就沦为一台只有好看的一个触控功能的一个荧幕 当然当时的这个iPhone的功能并不完善 第一代iPhone没有中文输入法 通讯录也没有拼音的排序 那之后的这个iOS 也常年他都不支持九宫格 也不支持第三方输入法了 等等这些问题 所以说像塞里亚这样子的一个月狱商店 对于当年的这个iPhone用户来说 几乎是不可或缺的 这可以当初很有经验 因为我使用了这个iPad的第一代 我不知道iPhone也是这样子 我用iPad第一代的时候 我心里想 My God 居然没有中文输入法 我要这样一切要干什么 我就花了好像2000块钱钱 人家做这个月狱 他现在讲这个 我就真是真是真有同感 因为没有这个月狱的话 我几乎那就是个砖块 我根本没有办法使用它嘛 对不对 那苹果当然也不是省油热灯 他一开始是没有 后来他有了以后 他就不断从这些月狱的插件中 借鉴他们的一些功能 他一直不断的完善 变成是正式版的iOS系统 天下好像是蛮不可取的 是啊 所以说这里面有争议 对不对 你的一开始是因为别人 把你建构的那样子 一个一个版图 人家有很多那个APP可以用 人家才愿意使用你的iPhone 对不对 所以当这个iPhone的功能日益完善之后 月狱对苹果影响就变成是很负面的咯 他就是欲除智而后快 他说对于用户来说 月狱会给设备带来安全的风险 增加第三方功能之后 又容易跟那个正版会相互冲突 带来这个bug耗电等等潜在问题 这些其实都是真的 对苹果来说月狱他打破了自己建构的一个完美生态系 让用户安装破解版的一个软体成为一种可能 那这个既损害了苹果的收益 也导致这个盗版软体的泛滥 间接的损害开发者的收益 其实这背后意思也就是自己的收益 其实是没有讲出来的话的 没有错吧 对不对 所以苹果决定对这个月狱的是痛下杀手了 那手机功能越来越完善 越狱就越来越难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加越狱的这个用户 他是越来越少 几乎后来是罚人问津 然后就把盗版就正式把它close掉了 你要是不细数这个历史 你现在来看 当然是你觉得好像是苹果是对的 对不对 可是你回头来看 其实里面是有一些争议的 刚才那个Vivi有提 最终其实法院接受了Freyman的那个诉求 苹果请求这个法院 你要驳回他的那个诉求 可是遭到法院的拒绝 反正说你要在六月中旬之前 回应这家Sida的一个投诉 那这个眼下就是各地的 美国各地的政策制定者 他都提出苹果需要开放 测载Sida Law 这样子的一个允许第三方应用的一个商店 这对苹果来讲不是一件好事 对啊 因为尤其他本来就是主打他的生态心 是 我觉得 我不晓得那个他法官的态度 也许他们也会从那种 垄断这样子一个角度去思考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世界可能不能只有从一方啦 可能要从多方的角度 去思考各方面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要说实在他就算垄断 也垄断了十几年了 他也赚到 对啊 他股价曾经破到三兆美金 他赚了这个盆满 不满 我觉得 诶 事实是好啊 有一种balance的那种态度 稍微平衡一下嘛 对不对 那我觉得如果他真的开放测载功能的话 下一个担心的就是Android系统 对 是 因为变成他以前的优势 好像别人也有了 这也蛮有意思的 从这角度来看 那个Android也不高兴了 对不对 可是还是别吧 蛮有意思的 各在一方 好 以上这个趣闻 虽然是趣闻 后面还是有一些 值得大家思考的东西了 那内容不到这边 告一段落 我是科技大叔李学文 我是跨领域专栏作家文威选VV 我们下回见咯 拜拜